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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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來改造我兩個侄女的房間 不好就進入了一個那種 整天只想要窩在房間 不想要被爸爸知道自己在幹嘛的那個實習性 我們這邊可以不要不要在鏡頭裡面啊 不可以你現在已經在鏡頭裡面了 20號 我就在鏡頭 這個房間雖然是一個只有四坪大空間的房間 然後他們有兩個女生要在這裡 共用這個空間我實在覺得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兩位現在已經已經開拍了他們才覺得他們房間的狀態 是在播放的所以現在 空洞的在整理當中 我現在看一下這個現狀好了 因為畢竟是姊妹一定都是會有上下鋪 然後基本上四坪一上下鋪塞進去就已經沒有太多空間了 然後他那天跟我講的另外一個願望是說 他希望有一個那種現在很流行的網媒鐵架在輸鍋上面 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了解說 他們就是希望變成一個很少女可以上網打卡的一個空間 你在自己房間打卡啊 我又回到我房間囉 不是不是就是可以 IGPO文的一種空間 終於來到完工的這一天了 我們歷經了八個月的時間 從暑假規劃到寒假結束 才完成的一個改造 那因為這一次呢 他的房間就是高度跟寬度其實都算有限 他這一個四坪的空間裡面 我需要塞兩個人的所有的東西 那我們一進門呢 就會先看到我們的網美牆 之前他們入門這邊呢 就是堆放了非常多的雜物 所以我們現在就想要把它規劃成一個 他們共有的一個小休息空間 那他們也可以帶朋友來 就有一些地方可以坐著聊天啊 很舒服的可以待在這裡這樣 選用了眩影小鋪的美牆貼貼系列 我覺得他們很棒的是說 他們是用不織布的材質 你看啊 他的材質就做得比較厚 所以他在貼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產生泡泡 先大概貼 然後你對好說你的地方在哪裡之後 手這樣子滑下去 他就貼上去了 你要是真的不喜歡 你在當下 要撕下來 這是沒什麼簡單的 再來到這邊呢 就是美眉的空間 這邊呢 因為美眉就是一個比較大啦啦的那種女生 所以我就是選用了淺綠色 然後還有黑色的鐵劍來做搭配 他們原本的書桌上面已經蠻舊了 再來是我覺得他的寬度也有點窄 工作空間有點小 所以我自己就就決定說我去特立屋再去切割木板 再幫他做了一個摸字型的 算是框架把它 跨在原有的書桌上面 然後我也多切了一些木板 然後做了一個簡單的架高層架 那IKEA這個推車我覺得非常好用 它自己呢就設計了非常多種不同的配件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不同的需求去做搭配 像這種東西都是可以拆下來的 然後後面這個空間呢 原本是他們的書桌的區塊 那現在我就把它改成了是妹妹的空間 也都是收納 滿滿的收納 那個拉出來這個東西不用分開滿 它自己組的 沒有沒有沒有 它這個都可以分開滿 喔這是分開滿的 這可以分開滿 它其實有各種不同的組合 然後你有看到這一面嗎 有 他們你記得它之前是用 把它換掉了 換成IKEA的一個非常素色 然後簡單也是走白色系的窗簾 再來這邊呢 就是這整個房間 讓我最難處理的一個地方 就是最耗時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一組床架 因為他們的房間的高度只有2米4 那市面上有賣的 現有的這種高腳床的尺寸 都沒有一個符合的 最後找到了一家可以幫人家 客製鐵劍的公司 我把它的樓梯呢 做成直角式的 比較不會佔用它的走道空間 然後也幫它增加 它多增加了一個椅子 讓它可以在這邊做休息 下面呢 也多了一些收納的空間 給它做使用 然後因為它是鐵架 所以我剛好也找到了兩支 就是以吸鐵式的 LED燈 讓它可以在這邊做一支照明的功用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 小功用呢 就是在它的化妝區 做一個化妝的打燈作用 在之前啊 這個空間其實非常狹窄 所以說他們這整個牆面的收納 它完全都沒有在使用 就是浪費掉 它這其實很深的空間 我就去幫他們找了一個收納盒 剛好可以塞到這個空間裡面 裡面呢就可以放他們的化妝用品 或者是美髮用品之類的 放在這個空間 剛好可以做一個收納 現在要讓我們的 兩位女主角進場 好酷喔 欸這好酷喔 她要哭嗎 她要哭嗎 快點 趕快進來看出來 先進來 好酷喔 我想給我同學看欸 江門現在來 欸好好酷喔 欸好好看喔 什麼東西好好看 你做什麼東西 這邊啊 這個花是同在那一束上面拔下來的 對對對 來 化妝區呢 這邊就是可以要走 欸這超酷的 對 所以你可以扣在這邊 走在這邊 對 好酷喔 欸這超酷的欸 好這次改造總價花費 六萬八 你們可以今年同包收了多少錢 她就是當然就是不包這些的工錢啦 就是就是材料費 工錢你說 因為工錢是一定的 就是就是DIY啊 全部都基本上 這一次都是DIY為主 因為如果要整個改造 就是去做裝潢的話 會太貴